欢迎收听长篇小说《载质天下》由于阳为您播讲 请听第657集 韩刚直斥礼记触犯了成学的逆临 礼记中的大学中庸两篇是成好成怡都很看重的篇章 其代表的是孔子、曾餐、子思和孟子这一脉道统的传承 成学一贯以成熙孟子道统为目的 韩刚如此作为等于是在柴火堆里丢了一把火 不烧起来才有鬼呢 虽然气学也在说中庸 而格物置之四个字更是出自于大学之中 韩刚攻击礼记看似是自罚根基 但杨时和谢良佐都清楚 韩刚这次对礼记下手本质上还是在争夺道统 并不是自己跟自己过不去 大学和中庸虽是出自曾餐和子思 可将之收集起来编定入礼记的却是西汉的代圣 韩刚的目的就是将小代礼记中属于代圣的部分给剔除出去 明了圣贤之本心 或者更确切一点说 一旦他向世人证明了礼记中的错误 并将之归咎于代圣 那么接下来他就可以将这本经书中 所有不合契学要旨的章节和条目 说成是代圣篡改直接删改了事 经文也好 著书也好 到时候是去是留 全都得看他的喜好了 杨时音调沉沉地说着 韩刚的胆破和手段实在是让他精具 如此形式 可见韩刚根本就没有将仙儒放在眼里 一切以自我为中心 谢良佐摇着头 都说要一改汉唐旧风 但做到韩刚这样的可是少见 就是王介甫都不至于如此肆无忌惮 杨时冷冷笑了起来 王介甫一直都在说着 一道德同风俗 使学者皈依 他也不可能忍得下韩刚对礼记起干戈 一道德同风俗 这六个字出自于礼记王志 王安石曾经说过 礼记中多有后人伪作的篇章 但一道德的理论来源 依然要被列入九经之一的礼记中所取得 韩刚想控制礼记的权势权 甚至山改权 当然也是心学所不能忍受的 何况还有诗经一事 也是心学和气学矛盾的焦点 杨时在心学上的水平最高 不过他对心学的钻研 目的还是在其中寻找措处 了解得越深 批评起来 当然也就越能一针见血 只是眼下的当务之急 已经从心学变成了韩刚的气学 府邸抽薪不外如是 杨时的一对眸子变得越发的深沉 一旦给韩刚将要点编成 不知会解释出 诗经和礼记中多少的错漏出来 郑书先生如今一改就意 与博尘先生同修异传 便是为了防止日后啊 承宜过去曾经与杨时说过 不要写书一分心 自使于道有害 物好著书 著书则多言 多言则害道 但如今 气学与心学的纷争愈演愈烈 王安石和韩刚翁绪二人 为道统相争 成学也不能在外旁观 儒门道统 那是绝不能让人的 张亨渠就年已曾说过 郑书先生 身名异道 物所福吉 周易乃是佛门根本 顺性命之理 通幽明之故 尽事物之情 而是开悟成悟之道也 韩刚所谐浅进 在周易上可是差了许多呀 儒门一切的根基 还是在周易上 文王居而演周易 八卦出自福西 但周易中的六十四卦的卦词 和三百八十四谣的谣词 则是出自文王和周公 西伯盖即位五十年 祈求前礼 盖一亿 知八卦为六十四卦 而文王和周公 是儒门崇拜的圣人 孔子最尊敬的便是周公 其为义作传得十亿 所以周易其实是分成 易经和易传两个部分 但不论哪个部分 都是儒门的根源 对圣人本意的疑问 都能在周易中得到解释 穷天地之理 明圣人之道 皆在易中 在先生易传一成 世间诸多易论 便一无所惧 韩刚最近很忙 本草纲目的编修 他当然不能放手 但厚生司和太医局中的事物 同样也不能丢下不管 京城中 一东一西的两座医院 本来从疗养院改成医馆 是为了能有所区分 不过又容易和医馆 医官两个词相混淆 干脆就改名成了医院 这样对韩刚来说也方便 已经修建的差不多了 门诊部 住院部 药房 一众房社都已经整修完工 并粉刷一新 里面的医疗设施 也全都准备妥当 连备用的药品 也分门别类的 存放在库房之中 并登记造册 医院中的人手 也准备的差不多了 医官和医生总计78名 其中的十几名医官 将会在两座医院中 轮班出诊 而剩下的医生 太医局生 则是被一分为二 各自常住在 其中的一座医院中 从之前的疗养院 继承下来的护工 有160余人 也是按照医院的不同 分成两个部分 还有医院中的杂物 为了更好的管理医院 韩刚从厚生司中 挑选了两名老城的官员 在医院中担任院长 不过又为此定立了条例 只有对医院的赎物和财物 有管辖之权 人事权 确切地说 汉林医官 太医局生 太医局生们的任免权 还是在天子和太医局的手中 这一个是为了防止日后医院 成了院长的一言堂 另一方面 也是免得与太医局和汉林医官院 起纷争 韩刚虽是提举厚生司 但也兼提举太医局 一碗水要端平才是 在门诊部的大门处 连医官门诊的牌子也挂了出来 虽然每十天才会在医院中坐诊一天 但给天子和皇亲国戚治病的御医们 将会出诊的消息 早就传遍了京城 每天都有人上门来 询问医院何时才会开张 都想让汉林医官们来看看病 就算排不到御医的门诊号 让太医局生来医治 也比江湖游医要强得多 如今东京城中多少病家 就等九月初一 医院正式开张了 不过这些事对韩刚来说 也只是日常的工作而已 真正挂在他心上的 这些事还算不上 韩刚很清楚 随着自己图穷笔鉴 儒门各家学派必然会有所反应 如果仅仅是争于学术 韩刚倒不担心 他能应付得了 但反击的手段 可不一定会局限在学术之上 马荣浅加奴追杀弟子郑玄的典故 可是千载流传 隋唐时的大儒孔英达 也同样遭受过同列素儒的刺杀 眼下虽不至于会有人敢去刺杀 韩刚 但其他的手段 一样能给契学当头一棒 千里境流传于世 致人窥探隐私 又有私袭天文者 干犯朝廷禁令 三哥 你难道准备为此上本 不是于兄 冲着蔡便 蔡经微微一笑 是张商英 怎么会是张商英 蔡便记得上次跟蔡经提起 有人在城东的十三间楼 楼上用千里镜 偷窥填水巷内动静的时候 蔡经对此很是有兴趣 本以为他会为此上书 但怎么一转眼间就变成了张商英出手 蔡经瞥了兄弟一眼 怎么就不能是张商英啊 十三间楼的事 他怎么知道的 蔡便疑惑地说道 蔡经唇巧一抹 爱莫难鸣的笑意 提议往十三间楼吃酒的是书坛 蔡便眉风皱起 不甘心地问道 哥哥 你就一点没有瓜哥 有了瓜哥可就麻烦了 蔡经摇晃着手中的酒窄 这件事现在沾不得边 那可是大麻烦 张商英上本研集京城中 多有人以千里镜 溃人隐私 并观心犯尽 这一份奏章的确正如蔡经所说 在京城中一时间惹起了不小的风波 叶观星象那是干犯朝廷禁令 至少一个流行 严重惹斩 而溃人隐私 则涉及到个人的品德问题 同时两项罪名加上来 谁手上拥有千里镜 都得掂量一下 因此而胆战心惊的为数人不少 气急败坏的也为数不少 当苏宋听到了这个消息 当即就找到韩刚 虞坤呢 你看这事怎么办 紫荣兄何处死言呢 朝廷自有禁令在 不当思习天文 这张商英他说的没错吧 正在检查收集来的药材的韩刚 很是疑惑地抬起眼 又看看在外面哗哗下着的暴雨 便吩咐小丽给苏宋 送一杯热茶过来 苏宋一向醉喜天文 最近正用于千里镜 捅观天象 张商英的奏章 仿佛是在他的心窝里 捅上了一刀 正一肚子的恼火 只是碍于士大夫的习气 没有及时发作 眼下见到韩刚 一副事不关己的样子 便当真是沉下了脸来 一下子就迁怒到了 韩刚的身上 玉坤 难道你想置身世外 什么叫想置身于世外 韩刚笑了 苏宋一向的沉稳 是标准的老牌士大夫 如今急怒到这般田地 多少年也难得见一次 我本来就是在世外 发明千里镜的不是我 发明显微镜的也不是我 我线上的只是两种透镜而已 他指了指眼睛 都是戴在眼睛上的 张商英的奏章 自是与韩刚无关 玉坤 苏宋黑着脸 你是在说笑吗 韩刚笑了一笑 抬手亲自给苏宋倒茶 子荣兄且息怒 你当真认为朝廷会 以此事穷究不成吗 那可说不准 虽是这么说着 但神色却缓了下来 思习天文的确是罪名没错 但天文上的禁条 那是防止有人 以赞伪之术迷惑世人 防止有人寄此来叛乱 所谓行不上大夫 士大夫夜观天象的成百上千 在天子面前议论天文的不知凡几 苏宋他本人和沈阔两个人就不说了 王安石当年在赵旭面前 也没有少议论过天象 谁敢拿这一条太宗朝颁布的禁令 来将士大夫们治罪呢 真不知道张商英是疯了还是傻了 愣头青到了这个地步 也不看看现在在玩显微镜和望远镜的究竟是些什么人 最多几个倒霉鬼被拉出来当作典型罢了 不过韩刚似乎说的极少 玉坤 除了行星绕日以外 从来都不见你多言天文之事 当时预计会有今天 送茶进来的小丽 让苏宋的话顿了一顿 等到人出去才又接着说道 显微镜千里镜 想必你也是知而不作 韩刚笑而不答 根本就没有必要开口回答 苏宋哼了一声 低头端起茶杯 喝了两口之后 似乎消了火 便问道 那么 玉坤对绕在木星周围的小星当时不感兴趣吧 似乎有四颗的样子 韩刚文言终于有了一点反应 虽然前些日子在得知沈阔发现了土星光环之后 就知道木星的前四颗卫星迟早有一天会被发现 但来自于苏宋还是让人吃惊不小 他失声而笑 是啊 与对月亮一样 原来如此 果然便如月之余地 苏宋放声大笑 那可要起一个好名字了 沈村忠近日也来信说 他在土星周围发现了一圈圆环 使得土星看起来像个草帽 韩刚微微笑道 他手上的千里镜肯定是最好的那一个等级 哈哈 他也没有耽搁呀 苏宋感叹了一声又自豪起来 不过土星外的那一圈环 其实我也看到了 跟木星外的小星一样 都不难发现 韩刚点点头 可惜啊 沈村忠性子偏软 这一次的事情张扬出去 他一时间肯定是不敢再在千里镜上用心了 背后论人可不好啊 苏宋笑道 那下次当着沈村忠的面劝他好了 苏宋笑了一声 又叹了起来 本来还想着向天子建议 用千里镜来改进魂天仪 但现在给张商英这么一闹 事情可就难办了 严令禁止对天文的研究 这是祖宗时留下来的法度 由此造成了北宋天文和立法学严重落后 甚至不及辽国 苏宋出使辽国的时候 曾经因为大宋天文官对冬至的推算 差了辽人一日犯了大错 虽然他弃辞堂塞了过去 但大宋在天文和立法学上不及辽国 却是无法否认的事实 与其废神改造魂天仪 还不如先将千里镜造得更大一点 韩刚说道 何况我可是主张宣夜说的 宣夜说 这个说法偏得很 奇书早忙 只在禁书中留了一笔 也不知道是怎么翻出来的 宣夜说 宣称日月众星 自然浮生于虚空之中 其行其上 皆虚弃眼 本来就只在禁书中出现过一次 而且是在很少有人愿意去研究的天文志中 士大夫的藏书都是有限的 能看到的书也是极有限的 远远比不上后世能轻易获得的资源 张宰为了寻求天地治理 才从禁书天文志中找出了这个观点 寻常的世人恐怕最多 也就只知道宣夜说这三个字 根本不会深入了解 但宣夜说 比之盖天和魂天 不是更接近于事实吗 韩刚反问 那倒是 苏宋点头 观天多年 尤其是开始用千里镜来观星后 更是确定魂天和盖天两说与事实不合 不过要改过来可不是那么容易 尤其是现在这样的情况 那就再等几年好了 反正是迟早的事情 韩刚看起来毫不挂心 我现在倒想看看 张商英这一次张开口 到底会咬到谁人 秋日难得一见的暴雨 下了两日之后刚停歇 东京城中的河渠中 都涌动着滚滚洪流 开封府正在祭典 在暴雨中损毁的房屋 不过对于朝臣们来说 由于天子特指造成了难得的休息日 韩刚也趁机拜访了张纯 张商英的这一次上书 对韩刚本人并不会带来什么危害 就算是想夺之罪名 也得看看天子那里是怎么的想法 但眼下最大的问题 是韩刚可以借千里镜的发明权撇清自己 但世人眼中 他与千里镜还是有脱不开的关系 由此一来 赵须对偏重于自然的弃学的态度 肯定又会更添上一分成见 而且思习天文 不仅仅是陈伟一说能带来的危害 天地本质被观察得越透彻 皇帝的天之原子这张画皮 也就越难劈得上身子了 这是动摇天子统治基础的威胁 赵须这个皇帝到底有没有觉察到这一点 韩刚也没有多少把握 所以张商英在这一方面做文章 韩刚很想知道他到底是出于什么用意 刚才您听到的是 于阳为您播讲的长篇小说 《载之天下》第657集 欢迎继续收听长篇小说 《载之天下》第658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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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载之天下》第658集